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夏丽 你好 您的美食早餐 薯饼配蛋糕酱 培根香肠各一份 全麦面包只烤单面 两个煎蛋 黑椒牛油炒腻面 放洋葱 先一口一口一口 家庭 好 谢谢 您慢用 没见过吃饭这么费事的 小蕾 你起床真好 今天晚上谁去我妈看 橱桑你一笑啊 娜妾 干上我 干上我 上班露死老长了 干我干我 服务员 来 买单 好 您稍等 您好 一共消费一百八十五元 来 我刷一个 渣打一号 您不是大陆人啊 我是在香港待了很多天 这是一家英国银 没有密码吗 没有 好 您稍等 请问您对我们餐厅餐还满意吗 怎么说呢 中国式西餐 中国式西餐 你看这盘黑椒牛肉炒鱼粉 无论是从口感还是看上来 都是一盘青椒牛肉炒鱼 还有全面面包 很像你们西安的食堂 这个地方啊 如果请大陆的客户吃西餐呢 是个好地方 但是 如果给他们一份正宗的 奶油蝴蝶面的呢 可能就接受不了了 不过也没关系 像咱们中国的公宝鸡丁 到了外国的唐人街 味道也会变 这种西餐呢 中国的客人比较容易接受 谢谢您的意见 我们会尽快改进的 但是有一点啊 这吃西餐的细节 可千万不能错 简单的 像餐具的摆放方法 左插右刀 这种常识千万不能忘了 我们知道 我是看您习惯用左手 所以特意调换了位置 你怎么知道我习惯用左手 我看您看杂志的时候 是用左手翻的 所以就挑换了一下 我去过世界上 很多的星期餐厅 但是如果不提前打招呼的话 能细心到这一步 还真不容易啊 这也没什么 只是居首之劳而已 好 那我也要感谢你啊 看一下灯了 稍等 先生 你好 你的卡 好 这个给你看 这是正宗的 意大利传统肉酱的配料方法 就算 我对你工作细心的奖励 谢谢您 这个啊 虽然比不上意大利西西里倒的 但是我敢说 可以和美国纽约的 把八宝餐厅匹配 您还会做菜啊 一点兴趣而已 你们餐厅有没有订餐卡 有 这是我们的名片 好 那就这样 您慢走 欢迎光临 哎呀 哎呀 嗨 来 我要告诉我爸 说你带着他相亲 你啥说这老头儿也是 他儿子相亲他来干什么呀 关键他是单身 儿子还看着你了 开 让你整天带着我相亲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是 人家大了真是什么鸟儿都有 妈 你说他是钻尚王老五还是王老鸡啊 要不你考虑考虑 其实我跟我爸当过没问题 行了你别瞎说了你 大案子大案子 这要对的大案子啊 找死太好了 知道不 咱们理查的开业一年多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案子 五十个人就惨 而且全是本土的企业家呀 是 经理 我觉着 这一惨的意义 远远超过这五十个人本身 这是一场应征 也是考验咱们这个餐厅 综合能力的好机会 我有一种执着 这一仗要是大漂亮 咱们理查的的名声 都彻底打响了 是 经理 还有 老板马上就要回来 看到咱们这个行行像荣的气象 肯定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非常非常高兴的 是不是 是 好 太好了 小蕾 你要抓紧 而且并信这个架大力度 培训大家 王伟一会把厨师叫上来 我让我给他赏定一下这个菜单 一会给大家打个气 我感觉是孙先生下的订单 我想也是 我觉得经理应该给你提成 要不是因为你 怎么可能有人来咱这下这么大订单呢 也不一定 可能孙先生说得对 咱们餐厅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你想啊 他请的都是些本土企业家 哪个不是吃五股杂粮掌的 想让他们吃得饱 还得吃得有面子 也就是咱们餐厅最合适 不过孙先生口味那么挑了 这个单子不好做 我来吧 这好像有点味 有吗 走吧 给您 谢谢啊 小蕾啊 这个工作表现非常不错 这是你这两个行情的工资 除去迟到早退 还有一点点的体系精 一共是一千零二十四块三毛六 输一哈 体续筋是什么呀 你看秦荣 在这个社会上打平什么最重要 敢能得行 你今天能拿到这个钱 谁给你点机会 你是说你吗 要不要 要 这肉味儿啊 什么味儿 我感冒了 我冒问出来 经理 这是不是放的时间有点长了 你想说什么 这个肉籽谁耿的一块买的 放了钱了不扔账 我怕 怕胜的 不干了 还得让老板知道咱咱咱 囤了这么多肉 你不想干了 你母亲那个病不想治了 你明天这个多放点料 瞎点办法啊 好好好 哎呀 没关系 你以为咱们平常吃这个肉有多干净 啊 看胜的你思外人啊 板 哎 哎呀板 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大家来到这家餐厅 同时呢 非常高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在这里共进晚餐 我和这家餐厅的缘分呢 来自于一个非常非常小 但是十分温暖人心的细节 而正是因为这个温暖的细节 时刻提醒着我 我始终相信的一句话 那就是细节决定成办 在咱们今后的合作当中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体会到 我的团队对于细节的把控和重视 从而使咱们的合作更加的愉快而顺利 再次欢迎大家 大家好 我这个序我的ерх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吃了我们餐厅的东西吗 不是 你们是谁 你们来的人跟着呀 我去 吃坏了几个呀 四个 四十多个人 吃坏了四个 定餐的孙先生和一个老头最严重 你说这个孙先生 他一个走南闯北的人吗 这个胃怎么这么娇气呢 是啊 咱们那么多本地的企业家 那身体多健康呢 也有好多拉肚子的 那还有好多打包带走的 一大不说的 是 主要是孙先生 他比较严重 可能要动手术 我听他们说 好像要起诉咱们餐厅 现在已经确定了 是猪肉出了问题 你是不是知道猪肉有问题啊 你来理查德之前 经理有一朋友 说他那儿有一批货 这经理就看上了那批猪肉 跟市场的差价 他一下儿进了五十斤 他是不是也给你钱了 这次出这事 老板肯定得提前回来 到时候孙先生那边再追究起来 我这工作肯定保不住了 你怎么那么傻呀 我需要钱啊 没钱是理由吗 没钱就能昧着良心做事吗 你这样跟那些小偷强盗 有什么区别啊 再穷也不能没有原则吧 你说我怎么说你 这件事要是让你妈知道 你让他 这事不能让我妈知道 这事一定不能让我妈知道 你说你 精米也是个混蛋 他有没有说这件事怎么处理 我说不认 不认 搞不好要坐牢的你知道吗 雄蕾 那我坐牢我妈怎么办啊 谁照顾我妈 我妈就已经 你先冷静 如果我们这次不面对 不承担或者态度不诚恳的话 那我们大家的工作 还有这家餐厅就都保不住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共同面对 危机公关 危机公关 对 我们这次不面对 现在时间紧迫 大家先听我安排 首先 我们一定要统一 这次是我们餐厅做错了 责任在我们 任何人都不可以退卸 能做到吗 能 好 胡子 你读书多一些 你跟杨鹏到网吧发一份声明 态度一定要诚恳 我们承担所有的责任 并向受害者 还有他们的家属致歉 撑 那我们主要写什么 就写 是我们的过失 使用了不新鲜的猪肉 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到责任人 并给大家一个交代 行 快 我们先走了 好 南方妹 找个人陪你去附近几家 跟我们关系好的餐厅 求他们帮我们说些好话 证明这次只是个意外 并不代表理查德应有的水准 可能比较困难 就看你嘴甜不甜了 好嘞 小剑 我们走吧 好的 剩下的人收拾餐厅 明天继续营业 其余时间密切关注BBS上 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任何帖子 好 好 王伟 你等一下 你跟我去找孙先生 好啊 放心 不会让老板知道的 你只需要去找孙先生 争取让他放弃起诉 跟我们私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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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有变 孙先生没做手术 好像没什么事了 正办理出院呢 不过 他还是不愿意跟我多说话 那我怎么办 一会儿 你在他上车之前把他截住 一定要截住 之前说的都记好了吗 孙先生 我们用您给我们的食材 就是您给我们的食谱 用最新鲜的食材 特意给您做了一份肉酱意面 孙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们不对的 出来了 快去 快去呀 孙先生 孙先生您好 我是李哈哥的王伟 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 您最喜欢的美食早餐 陪跟香章各一份 那个 孙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这都是我们的 孙 孙先生 孙先生 您您听我说 孙 孙先生 孙先生 真的对不起 孙先生 我 我们特意给您做的 孙 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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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都没见人 好像已经被开除了 这事好像和老丑子也有关系了 好像还有王伟 可千万别有他 他最怕得工作了 就是 老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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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才几天没来啊 结果惹出这么大的幺蛾子 一会儿再找你算账 经理这个位置 现在空缺了 我 必须来一次大清理了 你们说吧 这次事情 都跟谁有关 我知道 还有人 不好说是吧 我在那边等着你们 欢迎大家积极检举揭发 老板 是我 我跟经理一起干的 你把我开了吧 不是老板 是我 老板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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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你们觉得这样特悲壮是吧 你们觉得这样 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是吧 我不能把你们都开了吗 老板 是我 我知道事情前因后果 你们知道吗 我 你 跟我走 上来 好 您就开除我吧 那必须得这样啊 谢谢老板 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有人为这事跟我说些的 我能问一下 那个客人 还起诉咱们餐厅吗 这个事情 我也正想问你来着 听说客人那边 竟然取消了 对咱们的起诉 而且说是在网上 我们的危机公关做得很到位 这事情 不像是经理做的 你知道是谁做的吗 当然知道了 这事还真就我知道 王伟 你过来 对啊 着呢 好 好了 那鬼已经抓出来了 事情也已经解决了 我相信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我希望啊 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而受到任何影响 我们要团结一心 共同努力 接下来 就有请你们的新经理吧 王伟 出来吧 王伟 跟大家说两句吧 来 掌声鼓励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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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工作 对你来说应该没什么 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实也没什么 但对我很重要 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 我需要钱啊 没钱是理由吗 没钱就能没只良心做事吗 你这样跟那些小偷强调有什么区别啊 再也穷也不能没有原则 你让我怎么说你 这件事要让你妈知道 你让她 这事不能让我妈知道 这事一定不能让我妈知道 你跟我去找孙先生 放心 不会让老板知道的 共同面对危机公关 听说这次危机公关是你做的 你做得很好 千万不要自责 我本来也该走了 很高兴能为你做点什么 咱们 我写到了 很多可能 操作 行吗 白